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都是非常干净 朋友们咱看啊 放到锅里 开锅两分钟 木耳呢 入口呢就不是硬就觉得那种脆 是柔软的那种脆啊 必须开锅是两分钟啊 记住 接下来呢 切原葱 配料呢 配个尖销啊 加个绿色 或者呢 你说我不愿意吃这个味道 那呢 就放黄瓜啊 愿意吃辣 你可以放个尖椒啊 不吃辣呢 还可以放柿子椒啊 然后呢 一切四半啊 这样 切成 向眼块啊 这叫向眼块 菱形块 领形块 额对啊 圆葱 三角块 看看像滚刀块 实指呢 不是滚刀块啊 三角块 然后呢 用手这么样的把它碾开 把铜碾开 这样效果才好 抓一抓就开了 锅儿开锅 现在是 两分钟 把水倒出去 接下来呢 给上大火 然后开始润勺 所谓的润勺呢 炒肉啊 炒鸡蛋呢 不让它粘熟 蛋糕 手勺一这样 油下来都这么大柳 这就说明咋呢 热好了 加入凉油 把鸡蛋 打散 这个程度就可以 再加上点盐 三分口的盐 下锅 蛋液往回咯 这样咯 蛋液呢就往前去了 把蛋液呢 煎成形 浮起泡 再往前顶 蛋液往回来一下啊 如果有蛋液就都躺出来了 流出来 翻一下勺 腐皮面要上来 上来腐皮面 这个鸡蛋呢 就不腥 并且呢 蛋液还要熟透 熟透到什么程度 然后外表皮 让它是骨皮面 里面还有嫩 这效果太好 重新加油 少量的油 煮出不了 下锅 你看这个菜呢 不用特殊 切葱姜蒜 就放圆葱 就可以 在里面少不了的是 花椒面 或者呢 花椒水 这两样都没有呢 就是五姜粉啊 十三姜 都可以 加入 料酒油 酱油 用鸡蛋少放酱油 放这些水 再来点水啊 大事吃一两水 最好呢 是 虎头汤 上汤 糕汤 都行 咱们家没有 咱们家没有 咱们就是 放清水就可以了 就是中午吃个便餐 看 这些盐 这叫八分口的盐 鸡丁 现在呢 都可以割馅了 勾馅呢 馅不要过大 能把这个馅都化在主料上就可以 下入炒好的鸡蛋 压入两个鸣油 鸣油呢 就是色拉油啊 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提炒了 来 朋友们 咱们看一下啊 先吃块木耳 柔软的程度非常好 特别嫩 配成点尖椒 微微带一点辣 圆虫就不用说了啊 本身就是忽义性 酥子 比较好吃 好了 今天呢 这道菜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 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待 到一期时候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